《華夏藝影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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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桃園的新屋圖書館 召開我們2023年的邀請大展 我們在這邊展覽的作品 有近150件 那看到今天 歷領現場的貴賓 也有一百多人來這邊 做一個開幕式的典禮 然後我們與 《華夏藝影學院》的連展 各方的大師教授們 都來到這邊共襄盛極 今年春年我應兩岸的要求 特別是《華夏藝影學院》 向大家拜年 我寫的是即興照 照什麼呢 照我們國泰民安 民安國泰 我們今年是兔連 所以一兔營 營什麼 兩岸能夠春暖花開 大家往後都能夠 活平發展 夠幸福的日子 那你今天這件作品 事實上總共有四件 四件作品都是有關 月亮的 寫月亮的事情 那我先簡單介紹 那我先簡單介紹 上面這一幅是 李桑銀的作品 叫《永夜》 就是《望夜》 《懷眼》 《張九零》的詩詞 那這一件就 大家就比較能熟了 蘇東坡的水調佛頭 我這一幅呢 是玫瑰花 富貴 它呢 代表我們的富貴 我們的熱情 我以黃色跟紅色呢 來把它構成一片 一幅很鮮豔的玫瑰花圖 還有兩隻蝴蝶來迎接這個 玫瑰花 一般呢 他們都會畫牡丹 我覺得呢 我喜歡玫瑰花 把它畫得很豐富 很熱情 那我這一幅畫作 最重要的是來自清朝 有一個劉明燈 有將軍 因為這虎字碑 現在是在目前在貢寮 在草領古道那邊 那虎字碑它就鎮住了這個整個 像這種蜂怪啊 這個所謂的 邪魔歪道 所以讓我們能夠非常平安 所以我就特別用這個老虎的眼睛 這個炯炯有神 而且代表虎蕭風生 然後來鎮住我們台灣的這個 邪魔歪道 讓我們台灣能夠走出去 那所以我們一定要以動物為師 以動物為友 這樣才是真正我們的正道 那最後我也藉著這幅畫 來祝福大家 都五五升風 今天展覽的這幅作品是 《和和之貴》 荷花呢很特別 它開花裡面也有果 也有種子 然後它最重要的是春夏秋冬 它最漂亮是夏天 然後隔一年它又重新再來了 所以我覺得是和和之貴 就是大家一起 共同在一起 然後藝術生活化 生活藝術化 這個龍的這個造型 用我們的瓷器去做 再去做很油筋的效果 所以說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有祥銳 和那個富貴的那種感覺 這樣 另外呢這個是在火年那一年 還有上下做流筋的效果 一千三百度的溫度去燒 銘蘭畫派的這種畫畫效果 去把它做出來的 今天的這個藝術作品 我這個對藝術作品 不是那麼了解的人 不敢在這邊智慧多做批評 但是呢我可以把 更多的資源訊息告訴大家 然後我們希望 能夠在桃園市的其他區 能夠看到這樣規模的連展 那很高興 這麼多的之外的藝術 之外裝好文化的這個朋友 不管是這個老朋友親朋友 我們都有之一同 有之一同 雖然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大家能夠聚在一起 真的很有福氣 大家聚在一起看我們 這個望前兄辦 這麼一個盛大的展覽 我們看這麼多的藝術家 提供這麼多的又美的產品 這個好的我們要學習 學術化的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呢 心理上位置非常的高 第二個不會失智 你看中國古舟皇帝 兩百多個到現在兩百多個 長壽的最長壽的是 清朝的乾隆皇帝八十九歲 可是在座有九十歲的 可是舒嬅的第一個可以長壽 第二個不會失智 所以在座的一定會長年百歲 所以我在這邊除了要代表我們 台北市南京術化學會 動動教育學會 跟兩岸的一個文化經貿交流 合園 兩岸經貿交流學會 來向大家致最深的敬意 在望前兄的安排下 我們一路旅遊 參觀了好幾個地方 來到這個地方看到 那麼多的大師老師們 前輩們的作品 覺得是賞心悅目 我當然覺得心情非常的愉快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的高興 在這裡跟我們這麼多的貴賓認識 所以剛剛我要講了 動物爸爸都幫我講完了 所以我每一次講話 就怕在動罷後面講話 所以在這裡敬祝我們在座的 各位貴賓各位補師各位先生 大家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那今天很高興 我們林院長 林院長給我們機會 大家一起出來文化之旅 認識了新屋 也希望我們下次還可以來這邊展覽 那今天我們的法下子弟 在這裡很聚在一起 一邊就去旅遊 那一邊就發揚我們的國粹 我們的書畫藝術 就在這裡 我們一直把它傳承下來 看到了這些所有的書跟畫 我非常讚嘆 我們所有的長輩 所有的大師把生活藝術畫 藝術生活畫 把我們生活裡面填滿了所有的藝術 把我們生活裡面充滿了色彩 你們的筆真的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魔術棒 在一張白紙上 就有辦法把這一張書畫寫成一個有生命有能量 而且可以述說他的故事的一個魔化筆 謝謝林院長 有一次機會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們就簡單的就這樣 非常高興的認識大家 今天很榮幸 能夠追隨林院長 到這裡來參加這個盛會 是我的光榮 非常感謝大家帶來豐富的藝術饗宴 讓我們提升這個地區的藝術氣息 那錦代表陶淵師書法協會 歡迎大家 也感謝大家來到這裡 謝謝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華夏藝術學院 是一個人文繪翠 人文繪翠 非常瀟灑 目標長遠 氣勢磅礡的一個學院 那我們那個華夏藝術學院 這一次真的在這邊桃園 辦這一次的連展 承蒙我們那個台北市政府 跟台北市議會 當我們的指導單位 那麼我們那個文化局跟我們那個圖書館 來當我們的協辦單位 我們那個美麗的老婆要跟大家做個感謝事嗎 我老婆每次都是這樣 比方是要寫字 他說你寫字快 又漂亮你寫就好 還要講話 他說你講就好 他什麼事情都可以寫下來 對對好 感謝你 謝謝 今天這一場盛會呢 也非常感謝大家 真的是眾心引擎 這個藝術界裡面的最好的精英 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好